2013年最后一个月市场在线流动性紧张格局 银行间市场利率连续上升 银行启动3000亿SLO及290亿7天7逆回购操作为市场注水 仅从货币余额角度来看 市场并非缺乏流动性 但是融资成本却节节攀升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 过多的在金融机构中空转 那么如何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金融去杠杆及泡沫如何看待风险 互联网金融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汇信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叶翔 我们最近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前一段时间PMI公布了一个新的数据 感觉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受三中全会这些利好消息的影响 我们资本市场很活跃 就是那您认为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我们虚拟经济或者金融业的这些钱 没有真正的传导到我们实业当中去 我想这个在泡沫比较厉害的时候 你比如说在07年之前 以及09年这个4万亿的背景之下 当时应该是确实有相当部分的钱 确实没传到进去 因为如果资产的价格能够快速增长 那么投资者只要投资一些能够增长的资产 那么他就得益了 他就没有动力去投资到真正能够辛苦挣钱的实体经济去了 您觉得就是我们如果解决上面提到这个问题 有哪些方法 其实最根本的方法 就是当泡沫经济破灭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投机 没有地方可以轻易赚容易的钱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踏踏实实去挣辛苦钱 挣不容易的钱 所以我觉得要真正消灭这个问题 那就是要让有泡沫的地方给它破灭 那这个会不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还是您觉得这个破灭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战术上的问题 从战略上说 你要真正消除虚拟投资的因素 那么一定是没有泡沫 自然就没有投机的因素了 但从战术上说您说的对 那如果说泡沫的破裂 那么带来经济的冲击可能会非常大 就是像08年美国经济危机一样 那么也是因为07年之前的10年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房地产泡沫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个呢 那就是战术上的考虑 能够比如说能够在急步的先到破一点 而不要能够引起前击的前击破 就是把这个泡沫泡灭的时间呢 给它拉长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就会比较成功 那现在央行一直在一个就是一个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像要挤压泡沫的一种方式 对 我觉得央行中性偏紧的事实上是 因为经济内在里头导致货币的利率上升 也就是中国经济存在一个结构性的转型 那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间 有一部分资金其实是变成僵死了 它没有用到 因为这资金被一些经营非常困难的企业所占有 所以这部分资金是僵死的 所以尽管我们在表面上看来 从资金的存量上是很大的 但是有部分资金是运转不活 会导致整个资金面显得紧张 因此它就会利率就较高 那么一直持有维持比较高的利率 其实对挤泡沫是有好处的 对去杠杠挤挤泡沫都有好处 因为资金成本高了 那么那些要是未死的这些企业 它占用很多资金 同时资金成本又比较高 那么其实就是在慢慢地让它退出市场 实际上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 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对 是 那我们看到目前 就是在金融层面上也有很多创新 还有现在非常火热这个互联网金融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解决 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虚拟经济没有很好的传导到实体经济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方式 那么你知道互联网本身怎么看 大家听起来它好像是虚拟的部分 对吧 它好像可能本身不是实体经济的部分 所以什么叫实体 什么叫虚拟 因为互联网应该是虚拟的 比如说互联网的货币 QQB等等 这不是虚拟的吗 所以互联网很多一些商品 一些交易可能都是虚拟的 所以如果传统来看 定义虚拟跟实体 本身就已经不太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了 所以现代经济如果这互联网已经是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互联网本身的发展 它就已经是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实际上你认为就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实际上也就是为这个实体经济注入一些活力 是 我觉得说真正所谓叫虚拟的部分 泡沫部分或者是实体的部分 它一定是围绕着一个人本身的需求来展开的 比如我们今天生产了很多所谓的实体经济 或者因此带来的实体产品 比如茶杯 上纸等等 这都是我们人本身要使用的 因此都是符合满足人的需求需要所带来的 那么有很多所谓的虚拟经济 或者泡沫就是说 它虽然对GDP带来很大的贡献 会产生GDP贡献 但是它对人类本身的生活需求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今天互联网上的生活 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互联网上的很多行为或者市场行为 那么就是属于实体经济一部分 就我们关注到 就是关于三中全会 有很多关于金融方面改革的这些方案 您觉得就是三中全会的方法里面 有没有一些就是具体的做法 实际上可以改善我们这种 刚才受到这种现象 应该说它没有资金的关系 它只是让金融业更加市场化而已 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利率没市场化 那么利率谁定呢 那是央行定的 那么这个改革呢 是让利率来市场来确定 因此在利率或者资金的价格 在配置资源方面 更大了 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么它没有直接作用 它应该是有间接上的 也就是说一切的行为 金融行为更加市场化了 那如果说市场也需要 通过互联网金融的形式 把资金这个配置到实体经济 那么在一个市场化 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它就能实现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希望能通过 金融层面的改革 来反向促进实体经济的改革 您觉得这个说法 您认同吗 金融方面 如果能够真正的市场化的话 它对促进实体经济 应该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 您能具体谈一下吗 你比如说 有些企业贷款 已经是不良贷款了 但是呢 如果金融业本身 还没有市场化 那么它可能还不把 这部分贷款 视为不良 没有把它倾销 或者没有通过 法律的程序 把它强制收回 导致企业破产 那么这部分的不良资产 意味着这个企业 本身就已经生存困难了 不应该在市场里面 继续存在 应该退出市场 但是如果说 你市场化不够的 金融机构 继续给它提供贷款 那么它不是可以 继续生存吗 那么对 市体产业的 结构的调整 是不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